加大对中国渔船的打击力度 尹熙悦这么做有什么目的呢 随着黄海不预计的到来 韩国人又开始搞事情了 为了要针对中国渔民 尹熙赶在访美的前一天 不惜亲自出海 下令韩国海警 加大对中国渔船非法捕捞的打击力度 不出意外的话 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 韩国海警扣押中国渔船的消息 将会层出不清 从表面上来看 尹熙悦这一举动 是为了保护韩国渔民的所谓合法利益 但实际上这是一封带血的投名状 很可能会彻底恶化中韩关系 一次来增强美韩联盟的韧性和凝聚力 并提高自身在国内的支持力 首先黄海这片海域 一直以来就是中韩两国渔民的传统渔场 双方目前只是存在一些争议 并不代表韩国大庄保护自家渔民的旗号 就可以肆无忌惮的针对我国的渔民 其次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逮捕中国渔民的行为 绝对不是什么小事情 随时有可能升级为外交纠飞 因为韩国海警一贯喜欢暴力执法 在14年的时候 甚至还出现过流血事件 现在已经需要有加大执法力度 在他的放纵下 韩国海警未来在对待我国渔民的时候 恐怕会更加的粗暴 虽然这会恶化中韩两国之间的关系 但在炒作民族情绪上 这却是非常有效的手段 去年银西洋政府私自跑去日本和解的行为 再加上最近的一改事件 这直接导致他的支持率一降再降 想要挽回低迷的支持率方法有很多 但是如今看来 他选择了最直接的那种 通过炒作来让韩国民间对中国的仇恨值达到了最高 然后采取强硬手段和中国搞对抗 从而在韩国民众心中把自己打造成英雄的形象 来挽救自身低迷的支持率 最后 银西洋发美标志着韩国外交政策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 在主动和美国结盟的趋势下 韩国各大半导体企业被要求放弃他们在中国的市场 这么做的结果就是中韩之间的贸易体量 每况愈下 却看不到恢复的可能 在正冷惊冷的情况下 银西洋政府的对外政策其实就是一种选择 那就是一条道走到黑 彻底倒向美国 让中韩之间的友好关系在他手中成为过去 针对银西洋政府不断挑剔的鱼严鸠飞 以及媚名外交 中国外交部也多次发表声明 希望韩国能够正确解决有关问题 但是从银西洋这次不惜亲自出海 也要发好失令的行动中 我们可以看出韩国方面并没有与中国交流的意思 他们更倾向于使用武力来对待我国的居民 这对中国海景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现如今 无论是台海还是南海 我们都不能有一丝的松懈 结果又来了一个黄海 面对疯狂的银西洋政府 在黄海海域展开护航行动 已经势在必行了 只有这样我们的合法权益 才不会受到其他国家海境的侵犯 对这个问题呢 大家有什么看法 可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欢迎大家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FM